《雙碳政策》 雙碳政策 今年是大家打成共识的 這樣的一年 現在也到了2021年的年底了 您覺得政府做出這樣的一些承諾 到目前為止 它的發展的速度是怎麼樣的 發展到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的 應該說發展得非常快 從去年9月22號提出這個目標之後 國家是高度的重視 制定這個國家叫一加N行動方案 所以到今年的11月份 就我們的那個一加N那個行動方案 裡頭的兩個一就已經出來了 一個是這個黨中央國務院 關於這個全面準確貫徹 雙碳的這個一個指導意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國務院出台的 三林前達峰的一個行動計劃 那麼這樣的話 就國家層面的這兩個這個一 所謂一就已經出來 那麼緊急著下來就是會陸續出台N 這個N會代表各個行業 比如什麼交通、租建、能源 這些方面還有減務降貪協同等等 所以這些它已經在非常具體的 就是在部署 同時國際上 大家知道這個格拉斯哥的這個 COP26剛剛結束 那中美 那麼在這個目前很特殊的國際形勢下 還發表了這個 關於應對氣候變化、減碳 加強合作的一個聯合聲明 所以說從國內外來看 特別是我們國內 是把它當成我們 未來綠色高質量發展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抓手 來積極的推進 所以說這個速度應該還是比較快 當然困難還有不少 但進程應該說還是比較快 那您覺得就是雙碳這場硬仗 中國如果要想打贏的話 是有它的優勢的嗎 應該說我們是有一些優勢的 比如說傳統的化石能源的利用形式上 那麼可以說西方國家 比我們早得多 然後它的技術佈局 包括各種市場的那種格局 相對來講比較固化 就已經形式比較成熟 那麼中國應該說 我們在這個新的 就是大家認為 特別關注的 就將來會 最大程度上 在用這個非化石替代化石裡頭 貢獻最大的 比如說風、光 這樣的技術 我們整體上 應該說是 在國際上是領先的 甚至於在綜合成本上 還是優於歐美的一些綜合成本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這些先機 包括我們這些年 形成的這個科技創新的這個機制的積累 那麼應該說是有 相對於那個傳統化石能源 以前的格局 我們是有機會的 但是確實在細分的話 還有很多地方有差距 第二個它還不是一個單一的 就是它這個競爭 不是一個單一的 研發的一個 某些單項技術的競爭 這些點是很重要的 同時它還有一個體系的競爭 所以我們在某種程度上 還可以發揮我們 制度的優勢 就是我們是既有市場 也有政府 有人講就是歐洲在推進碳的問題 可能最大的驅動力是民眾支持 不一定很那麼完整 但是它的一個特點 美國可能是市場機制 中國可能是民眾支持 市場機制 同時我們還有一個 政府的這個制度 就是政府從公關政策的指導 和推進上的一個制度優勢 所以如果我們三位一體用好的話 還是有發揮我們這個發展 先機的這個可能性 您跟地方和一些企業接觸都比較多 那麼現在這個地方政府 還有各地方的一些重要的相關企業 他們對這個事情的態度 是一個積極擁抱的態度 還是相對這個觀望 或者是負面 去年這個時候 是觀望的 還有點不太了解的這個過程 就去年的下半年這段時間 但是經過這一年過後 我們看是態度是非常積極 甚至於我個人認為某些地方 還那個把困難想少了 所以說積極是肯定的 但是呢就是還是要一個 積極和穩頭 這兩個的這個結合 最近不是那個 中央也在講 不要搞這個運動式的減碳 實際上一定程度上也是在 提醒就是積極的態度是好的 但是還得要有個科學穩妥的態度 但是在這段時間